再来看到台南庙方在大年初时 举办了庙会活动迎否祖 马路上满满的这红色的鞭炮阵 几乎看不到缝隙 那么点燃之后巨大的浓烟 还有火光十分惊人 虽然热闹但是事后呢民众也抱怨 白天炸到晚上真的很扰民 除了噪音之外也造成了空气污染 马路上摆满红色鞭炮点燃后 瞬间掀起巨大浓烟团 交班人员在浓烟中抬着神轿 踩着步伐为神明祝贺 到了晚上更是惊人 红色鞭炮摆满整条马路 密密麻麻几乎已经看不到空隙了 一旁还有好几箱鞭炮纸箱 全部都堆在那 红色鞭炮一点燃霹雳啪啦掀起 超高浓烟直冲天际 几乎已经比三四层楼还要高 浓烟窜天还夹杂着 举红色火光看起来超级吓人 超大浓烟团不时冒出阵阵火花 就像巨型龙卷风往前进 整条马路都是浓烟 真的又惊人 民众也直呼很可怕 从远处看都超级明显 事情发生在台南东山中心路上 31号初十迎否祖 有民众拍下影片 有庙会绕镜 从白天炸到晚上 除了噪音扰民之外 超长鞭炮症 也带来浓烟止蟹 担心发生危险 空气污染引起民怨 晚上十点到隔天七点 我们是严禁四万帮助烟火 假如查证数值 在滚尸时段的时候 我们依照滚尸法 最高处分三万块 庙会绕镜释放鞭炮热闹 为神明祝贺 但大量鞭炮症 摆满马路 让整条马路几乎都是烟 还夹杂菊红色火光 就怕一不小心酿成火灾 让民众先驚驚 赖冠章 沈山山台南采访报导 好 强冷天安能为大家报导 苗栗一名五十五岁 赖姓夫人 大年初二出门遛狗 结果人就离奇失踪了 手机断讯人失联 女儿非常担心妈妈的安危 请大家帮忙找人 在失联八天之后 终于被找到 但是呢 是溺币在附近的公园水塘里头 根据周边监视器发现 失联前悠在遛狗 猜测很可能是为了捡东西 才会失足落水 55岁代性妇人 大年初二后 手机断讯失联 人离奇失踪 家属相当担心 现在终于找到了 搜救人员将妇人的遗体 从水池内抬出 她已经溺弊多时 女儿猜测妈妈可能是为了捡东西 失足落水 最新的监视器画面也曝光 妇人带着两只狗 在苗栗八甲水塘公园散步 脚步神色 看起来都没有异状 莱姓妇人在大年初二 早上十点多出门遛狗 下午四点手机关机失联 家属初五从嘉义赶回来 通报失踪协巡 直到一月三十一号晚上十一点 在住家附近两公里的水塘公园 找到失踪八天的赖姓妇人 母亲有人成于失踪当日 与其在联合大学八甲校区附近巧域 警方获报后调月监视器 却有发现该旅行中 好好一个人大年初二出门遛狗 却溺壁池塘内再也回不来了 家属相当难过 到底妇人是单纯落水 还是有其他原因 有待相验厘清 就彭志明 林志新山警察苗栗采访报道 好三十一号傍晚五点多 国道十号岛林口交流道 发生了追撞的车祸意外 一辆白色休旅车的驾驶 处理完追撞事故 开门上车 结果车门呢 又去撞到隔壁的保时捷 后方的乘客 简直看傻眼了 好这个才撞完 又再次的发生了意外 而另外在国道一号的 性路段也是夸张 三浪机车骑在路间来飙车 但看起来老神在在 到底骑错还是故意的呢 前方路口有事故 车辆一辆接一辆往前开 大家车速都放慢 没想到右边这辆白色休旅车 女驾驶处理完事情 边讲电话边开车门 要上车时 直接拉开车门 又敲到旁边的保时捷 女驾驶开车门 结果车门直接敲到旁边的保时捷 好大一声 让后车乘客简直看傻眼 频频惊呼 这个女驾驶刚刚开车门 把保时捷一下 很大烈的 女驾驶似乎想要直接开车走人 找到保时捷车主拦车 到路边报警处理 事情发生在31号傍晚5点多 当时白色休旅车 追撞前车 两车停在扎道口 才刚处理完事故要上车 结果开车门 又去敲到一旁的保时捷 影片曝光网友也看傻眼 真的有大碗 一辆不够来两辆 神经真的有够大条 另外夸张事件还有这个 国道上汽车高速行驶 但等等你没有看错 右侧路间竟然有三辆机车狂飙 三位骑士怎么骑上来的 是骑错上国道还是故意的呢 后车驾驶看到超傻眼 直呼好夸张 国道一号行影路段三辆机车 骑在路间竞速狂飙 骑士看起来老神在在 但因为影片没有日期 也没有接获民众报案 目前警方正在积极调阅画面追人 要骑士为危险行为负起责任 记得金线中赖冠章 陈山山高雄台南采访报道 民众冒料说自己在新竹高铁 买了一个知名的布丁蛋糕 大家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画面上 看到这是很知名的布丁蛋糕 带回家跟小朋友分享 结果吃到一半 打开画面上圈起来 我们做了一下处理 这里头居然有大苍蝇 让他觉得非常的生气 说到底是多叉的环境 才会有这么大致的苍蝇呢 现在画面曝光 大家也觉得实在离谱 新鲜出炉烤的金黄的布丁蛋糕 看起来蓬松不已香气逼人 拨开蛋糕瞧瞧 映入眼帘的是相当绵密的蛋糕体 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 但有民众爆料 自己在新竹高铁站 某些知名烘焙方 买了这款布丁蛋糕 里头有只大苍蝇 让他看得头皮发麻 他怒轰 如果没注意到 家里小孩恐怕将苍蝇吃下肚 质疑店家到底卫生环境多糟 才让大苍蝇有机可乘 飞进蛋糕里 有点恶心 有苍蝇的话 吃起来的话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卫生不佳 你们跟店家特殊一下 虽然店家想登门道歉 但远坡不想接受 网路也掀起两派立场 有人认为店家卫生堪忧 也有人认为店家都愿意负责 远坡干嘛坡文勾审 业者则回应 得知蛋糕里有苍蝇 已在第一时间联系客人之前 承诺会更严格执行评管安检 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及教育 虽然业者马上直写 但蛋糕里既然有一只 体型完整的大苍蝇 真的让人倒胃口 记者和孟谦 周末如新竹采访报道 承接海归救伤的案件 十年海洋大学海归实验室 现在突然宣布了 将不再进行救伤任务 实验室表示 去年180万的经费 看起来很多 但是在东扣西扣之后 费用只够聘请一位 专职的助理非常不足 而在研究室无偿帮忙的学生 还被说是杂兵学子 被嫌弃不沾眼 让他们十分的心寒 所以最后只能够忍痛的 做出这个决定 那么如果以后 接到救援海归的通报呢 会转借给其他的相关单位 来做后续的通告 马上就要到了元烧节了 传统习俗 汁汤圆还要提灯笼 那么台中除了纸雕的兔年灯笼 明代各自大家都准备了 不同的造型 有檀王造型的啦 有透明立体球型的 非常的多样化 但数量十分有限 所以家长小朋友都来排队 十分的热闹 二三十个小朋友 在服务处前来回张望 等着领取元宵节小提灯 兔子的 你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很可爱 纸雕兔年提灯 或是弹簧兔年提灯 二拳一 一人拿一个 孩子们都已经想好 要拿哪一个 弹簧可以让很多小孩子玩 然后以前的灯笼 就是只有那种纸的 用一下就会坏掉 弹簧纸雕款各有所爱 小朋友拿到小提灯 开开心心 准备迎接元宵节 特别准备吐宝宝好可爱的灯 有的人拿我这个 说要保存起来 明年还可以 同样是领扫提灯 这一头青一色都是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阿嬷 为了爱子爱孙 毛起来排队 朋友来讲的话 我不太喜欢紫灯笼 因为小朋友很容易把它死掉 透明波波球提灯 做成猪或是兔子的造型 轻巧可爱 伴随七彩灯光超级强手 这一款我们都准备了三千只 对 像我们的波波球 我们都准备了也是三千只 更是提灯争起斗燕 云林宪府更把兔子提灯 跟夹指带做结合造型 超级吸睛 背面这里不只有 就是我们云林在地的 一个相关特产 包含花生 胡萝卜 然后以及就是柚子 元宵节当天 大人小孩拿着可爱提灯 出门走走逛街赏灯 延续年味也增甜趣味 第二名成功的家景 陈台中云林 云林采访报道 主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三十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